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女生如果在18岁的时候有过一个很帅的初恋男友 之后他对帅哥就有了免疫力 偏知道陈建从哪里吵来的句子 他在群里发出来莫为艾特勒格廷 自从班长见了魏信群 他时常用这种方式表示他和他关系不寻常 后来有同学八卦 陈建也和葛廷到底什么关系 他发了一个偷笑的表情说 他是我的初恋呀 他们聊这一段的时候 刚好葛廷去了卫生间 回来时赵海铭拿着手机 飞着一张脸问他 你不是说我才是你的初恋吗 陈建的一句话破坏了葛廷和赵明海的烛光晚餐 晚上回到家 他在微信上警告他 陈建 以后不许开这种玩笑 他发了一个委屈的表情说 我没说错呀 你本来就差一点 是我的初恋呀 葛廷有些哭笑不得 高中的时候 葛廷没有喜欢过谁 倒也不是少女心有多克制 而是他骑自行车摔成骨折 休学了一年 再回学校就有点故作沧桑和生成 瞧不上身边的男生 包括陈建 陈建是他在新班级的前后桌 少年时级的陈建 长一张书生气的脸 薄薄的单眼皮 轻轻瘦瘦 是一种可以耍酷的男生 可他偏偏喜欢闹腾 在胳膊上 闻葛廷的名字的拼音 在上学的路上吹口哨 上学时朝葛廷丢尺条 这种大张旗鼓的闹腾 在葛廷看来 又幼稚 又可笑 可他也并不排斥 能被一个好看的男生 热烈地喜欢 也算是青春里的一桩美食 高三的时候 陈建用一和榴莲苏 跟葛廷表白 后来 他后悔不迪地说 如果欢城弹着吉他 唱着歌 你是不是就会答应我 哎 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带着18岁男生 忽悠的天真 其实陈建不知道 即便这样 他也不会喜欢他 那时的歌廷 心底还有大片的不甘心 不甘心在年轻的时候 算是好品质 会激励着我们 去看更远的世界 赵明海 就是那个相对 歌廷来说 更远的世界 也是那个相对 陈建来说 能让歌廷 甘之如一的面人 认识赵明海的时候 歌廷刚大学毕业 看上去有点青涩 喜欢扎马尾 穿平地鞋 背双肩包 说话会脸红 脸上有不安适适的可爱 其实歌廷心里清楚地知道 自己需要怎样的爱情 大学那几年 歌廷简单地 喜欢过一些人 法院系那个 随时冷口若悬河 坎古论惊的师兄 学校一屋室 那个长得像金城武的 牙科医生 还要做监职的时候 那个笑起来 很可爱的小主管 他们无一 不是年龄比他大 眼界比他宽 那时的歌廷 在爱情里 有点难取悦 没办法像其他女孩那样 仅仅因为对方 笑起得很好看 就陷入爱情 陈建曾 心灰意乱地问他 歌大小姐 让你喜欢我 有那么难吗 大二的时候 陈建来学校找他 这一次 他还真的站在楼下 弹着吉他 唱着歌 可他还是 残忍地拒绝了他 年少的时候 不论男生 还是女生 在爱情里 都有着高贵的自尊 被拒绝 是件天大的事 表白失败的陈建 一转身 就消失在了 他的青春里 赵明海不一样 他一出场 就站在一个 让歌廷仰望的位置 赵明海比他大五岁 是一家4A公司的 策划总监 他穿干净得体的衬衫 有一点俏皮的落腮糊 衣柜里 有不同颜色的领带 车子会定期拿去保养 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齐全 白天可以对着PVT 指点江山 晚上也可以跟他 在橘黄色的灯光下 讨论茅木 周末 他会被孩子气得 突发奇想 拉着他 飞去丽江走一趟 可停米恋这样的赵明海 带着一点忐忑 和满心的欢喜 开始人生当中的 第一场恋爱 初恋来得有点晚 但如果是赵明海的话 晚一点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三月的北京 时不时会来场刀春寒 和赵明海恋爱两年后 他越来越看不懂他 他的手机有密码锁 他会无故消失两三天 他的朋友圈 他只在照片上见过 而他们闹别扭 他可以一个星期不找他 他费了很大的力气 却还是游离在 赵明海的世界之外 两个人之间 像是随时都有 濒临破产的危险 所以 即便是他睡在身边的夜晚 他也大断大断地失眠 离不清这段爱情的走向 葛廷开始有意无意地迎合赵明海 他喜欢穿长裙的女生 他的衣柜柳 就再也找不出牛仔装 他喜欢温温柔柔 洗手做跟汤的女生 他就一本正经地 对着菜谱念厨艺 他喜欢自己的女朋友乖巧听话 他竟也拔掉了身上的刺 将自己的世界 一点点地缩小 里面只剩下他 他在不知不觉中 变成了赵明海喜欢的公样 他却离他越来越远 而他们分手 却是因为沉渐 沉渐在群里的那个玩笑 让赵明海大动干戈地发了火 葛廷知道 赵明海从来不是这种幼稚的人 也并非他多在乎他 而是他需要找个借口离开 有时候 成年人的爱情 简直比地铁里的信号还弱 前一秒还非你不可 后一秒 可能就说没就没了 他不知道赵明海 是从哪个瞬间 酝酿着分手 或许他该导个时差 三个月前 或者更早 他就已经不爱他了 赵明海离开的时候 像很多成熟的 有点自以为是的男人一样 给了葛廷一笔钱 他愣在那儿 犹豫了几秒 还是接了过来 然后他看到这个 一度让他为之着迷的男生 轻轻地松了口气 嘴角带着一丝轻蔑的笑意 其实他并非想让赵明海安心 而是想让自己死心 失恋后不久 葛廷湿了眼 日子过得有点糟糕 陈倩在微信上给他打鸡血 说了很多心灵鸡汤的话 然后猝不及防地猫出来一句 无论怎样 你还有我 他听着 找了个话题岔开 彼时 葛廷在北京 陈建在上海 四五年的光阴 哗啦啦地溜走 心里有大把的怀旧情绪 2017年的夏天 葛廷在确定自己搬了新公寓 换了新床单 扔了有关赵海明的瓶瓶罐罐 内心还是很胶着的时候 他决定离开北京 陈建还是时常在群里 和他假装暧昧 有天他气急败坏地 在电话里吵他扔 你觉得这样好玩吗 陈建沉默了很久 才缓缓地说 葛廷 我只是想让你开心点 他突然就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只要他拉着行李箱 走出红桥机场的那个瞬间 内心才隐约地意识到 自己敢这样不计后果地 奔赴一座陌生的城市 那你是因为这座城市里 有可以让他心暗的人 不然 为什么他在网上租房子时 下意识地选了名号 不知道小公寓 敲定工作后 葛廷给陈建打电话 告诉他 他来上海了 葛廷听不出陈建语气里的情绪 他只是说 嘿 我请你吃饭 然后他在微信上发来地址 陈建 在敏航的老师 和别人合伙 开了一家餐馆 他把大学四年学的市场营销 全部都用在这家餐馆的经营上 他说 餐馆是他的小情人 葛廷 是他的旧情人 葛廷去找他的时候 是下午两三点 店里没什么人 而陈建正光着膀子 在给员工做培训 脾气有点不太好 看到葛廷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你来了 员工们看着他 再看看葛廷 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陈建朝他们嚷 笑什么笑 干活去 语气明显弱了下来 在看向葛廷的时候 他的眼神 柔软得不可思议 陈建长胖了一些 脸上也没了书生气 几乎已经看不出少年的影子 他笑他 大老板脾气这么臭啊 他却看着他 一本正经地说 要不要来当老板娘 见葛廷不说话 他立马又介绍 这句话对你长期有效 你别急着回答我 葛廷在这番话里 突然伸出了一种 久违的温情 坐在餐馆高窗的位置 他抬头看着门外的梧桶 天上的云 再看看身边的陈建 恍然觉得 兜兜转转一大圈 自己想要的世界和远方 好像就在眼前 事实证明 温情这种东西很管用 葛廷和陈建在一起了 念情发展得有点快 可无论从哪个节点来看 都很自然 挑不出毛病 不久后 他搬去了陈建的公寓 卫生间里 他的刮虎刀旁边 有他的粉底液 衣柜里 他的白衬衫旁边 有他的白裙 陈建从背后搂住他 撒娇说 哎 你干嘛不早点答应我 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葛廷没有说话 其实他想告诉他 如果不是转了一大圈 又怎么会知道 原地在那 哪里会感性 哪里会情愿 其实不只是他 陈建也一样 在相互交代情事的 那个环节 陈建坦白 这些年 他交过三个女朋友 其中有一个 是差点就结了婚的 隔天有些吃醋地问 怎么就没结成呢 陈建的脸上 闪过一丝忧伤 说后来他爱上了别人 听到这句话 他突然想抱抱他 彼此错过的这些年 他们都在爱情里 受过伤 既然多了一圈 回来还有心动 那就好好在一起 不问过往 只问现在 现在的葛廷和陈建 和大多数的情侣一样 也时常吵架 喂挤牙膏 是从下边 还是中间 炒菜什么时候 放蒜之类的 琐碎小事 陈建抱得美人归 他以为他会脸像西域 可他脾气 又起来的时候 九头牛也拉不回 葛廷时常被气哭 然后拎着行李箱 气鼓鼓地离家出走 大概没走几步 陈建就会跑出来追他 低头认错 他的心就软了下去 2018年 陈建快要来的时候 葛廷父母来到上海看他 陈建很紧张 他去商场买了很多 看起来成熟稳重的衣服 又去理发店 将头发修得中规中矩 然后不停地问他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他有点被他的真实吓到 心里却觉得莫名的感动 想起上大学的时候 他弹着吉他 他唱着歌 站在宿舍楼下表白的那次 说过的话 我喜欢你 好喜欢好喜欢你 那个琴囊的午后 阳光打在少年的脸上 美得让人流连忘返 有些人很幸运 比如葛廷 回头的时候 他刚好也是诞生 而很多人想回头的时候 早已物是人非 于是更加想要珍惜 比如这个黄昏时分 葛廷和陈建从超市 拎着大包小包出来 他个子勾 走得快 走两步就停下来等他 他上前握紧他的手 听他低头说 我们回家 那一刻 街上人潮汹涌 他们的世界里 只有他们 感谢你的收听 这里是一千里一个 神篇真实故事 每万十一点 我都在这里等你 节目的最后 祝你晚安 有个好吗 我都在这里等你